我只能说 你们公司代理的卡车 我会重点关注 一会儿啊 我还有个会 就不送了 那行吧 那我就不打扰了 吴总 你们汉海的安保得注意了 最近深圳街头的骗子 可多了 我刚一上大厦的时候 就跑来个骗子 说是 滑气的 当年呢 就是一个滑气人 把我从火坑里 拉出去的 滑气 你确定吗 找到了 就是他 周德俊 他没骗我 那吴总怎么说 他没有司机叫小周 你们是谁 怎么在我的车里 您千万别误会啊 我们不是偷车的 我们小周是朋友 那 这钥匙 是他给我的 来帮他拿东西的 你是从华西来的 去过哈密 去过呀 您怎么知道的 买归车哈密瓜 是吗 我是巴里昆镇农业合作社的社长 我姓吴 您是当时卖哈密瓜那姐姐吧 是我 这我这没认出来 这五年没见了 你这 这这没 没认出来 吴志梅 你好你好你好 我应该比你们大 叫我吴姐吧 你们认识啊 认识 当年我跑车的时候 在哈密认识的 您姓吴啊 您才是这汉海集团的吴总吧 这才是吴总的 你是我的恩人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挺惭愧的 不不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叫艾长安 这位是我华西的同事 叫杨薇薇 你好 吴姐 你好 长安 你怎么会认识小周啊 他在我身边这么多年 没听他说 认识华西的人啊 你说这不巧了吗 我们两个 都因为没带着三证 被抓去派出所了 就这么机缘巧合下认识 吴姐 您能帮我个忙吗 你说 就是 小周出来啊 您别开除她 这样吧 我不去开会了 你去把小周接出来 好的 吴总 走 去我办公室聊聊 走走走 来 一 二 三 不好意思 三只 三只 好 好 来 行吗 可以 可以 艾长跟杨薇薇 居然出现在汉海集团 看来 华旗也准备开发南方市场 华旗司机在哈密 哈密 好 大 forgot 吴总的安认是爱长安 对了 只可惜近几年 华琪一直在走下坡路 早已是千疮百孔 不堪一击 现在想想 有点不太忍心 现在的华琪 我们未必真的了解 来 试一下合不合适 吴姐 您的钥匙 我今天啊 还托人在打听你的消息 没想到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权不费功夫啊 当年一个举手之劳 让吴姐积这么多年 是我的荣幸 当时你能拿出身上所有的钱 来帮我们渡过难关 怎么能算是举手之劳呢 长安 你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如果能帮上忙的 我一定帮 吴姐 你们汉海集团 是不是要给车队换一批新车呀 吴姐 对不起 这个忙我帮不了 汉海集团 毕竟不是我个人所有 我还得对其他的股东负责 而且 集团的大宗物品采购 都是需要进行招商的 卡车也不例外 如果你们想卖车 就来参加招标吧 长安 公司分明是我的做事原则 我希望你不要怪我 不会不会 怎么会怪您呢 这公式公式四十四 不能破坏了您的原则 不过 我们这一趟也不想白来 吴贤 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在深圳 我们华汽 到底有没有发展空间 这次你们到广东 还去了别的地方吗 没有 这几个月啊 我一直在跑 我发现已经不是深圳一个地方繁华了 整个南方都活了起来 当然 发展最迅猛的呀 还是特区 我敢断言 在接下来的几年 南方市场对卡车的需求量会非常的旺盛 据我所知 深圳有一部分不缺钱的大国企 是直接购买进口的新车 但是仍然有大量的公司和车队 是选择进口的旧车 比如说像我们汉海 那你们知道 为什么进口的车比国产的车贵 但是公司仍然愿意选择进口的车吗 因为进口的车 故障率低 运输效率高 使用寿命厂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于一个大的公司来说 卡车的总拥有成本 比它的价格更重要 也就是说 价格不是关键 质量才是关键 也不完全对 如果你们可以在价格和质量上 找到一个平衡点 价廉物美 我相信 有更多的公司 会选择你们的卡车 包括汉海 好点了吗 好点了 这鞋回头给你找个地儿 修好散 行 你就别上去了 万一碰到沈夏 你们多尴尬啊 谁给我吧 那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长安 南方这边有这么大的市场 你说 短期内 咱们华企 能推出适合市场需求的新车吗 别想了 别想了 明儿我去谈汽水生产线的生意 你好好歇着吧 明天好好谈 有你们三产在身后支援 划汽前线的工人们 才能打好仗 好 慢点啊 拜拜 老朋友 老朋友 不想跟我叙叙旧吗